歡迎影片是由機器人王國贊助播出 好 我們現在要來介紹如何正確的使用我手上這支撥欠錢 好 一開始我們就先用最下層的這個洞 去剪斷你要的線的長度 假設像這樣已經剪好了 我們就先把線頭放進去這個洞 用最上面這層洞 放進去了之後會抵到後面有一個板子 抵到了之後我們就可以用力的把它夾下去 然後往後拔 如果拔不起來也可以分一次兩次 像這樣拔起來了 然後就可以把裡面那一頭紅線拿出來 清空裡面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把這個水晶接頭 跟它跟這條線合起來 然後合起來的時候要先注意 這個凸起來的頭要跟白色這條線在一起 像這樣 塞進去了之後我們就要先來塞進我們的這一個波線前裡面 下面有一個凸出來的地方 也就是放這個的地方 塞進去了之後 一樣用力的往下壓 然後要注意不可以把水晶頭剪斷 不然就很好笑 壓下去的時候 一樣按這個地方 壓下去 把出來 那我們一樣的部分再做另外一頭 一樣要把白色的頭對準上面這一條 塞進去 用力的壓下去 好 然後試試看它會不會掉 好 我們現在把它做好了 我們現在就來測試看看 還有這條線到底有沒有用 一開始就先 我們會有一個這個的台子 然後先把這一頭拆進去 好 好 要這樣聽到啪一聲才算OK 好 現在 這個燈亮了 表示說這一條線是OK的 好 那這個介紹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在我們的粉絲團按讚 或訂閱我們的影片